16岁,他玩游戏卖装备,月入20万,17岁辍学,学潮板栗摆摊,月入130万,18岁,他的父亲破产,家庭负债3000万,19岁,负债累累的他,学做海苔,创立了一家海苔公司,成为亿万富翁,到了25岁,他的海苔已经出口到27个国家,他就是伊提帕科蓬温奇,一个真实存在的传奇。 故事开始,高中时教帕特就与别人不同,别人都在上课,他在打游戏,别人在好好学习,他在卖游戏装备,一件装备就卖了5万台铢,而这样的装备他还有几十件,没多久他就赚很满博们,年仅16岁,银行卡上的余额就已经超过了6位数,靠自己买下人生的第一辆车,他开着车就去了学校,校长训斥他,他去贿赂学校,还要捐钱给学校,爸爸让他好好读书,他不听,他继续痴迷游戏,报应马上来了,他没考上大学,还因为线下 交易,永久封停了他的游戏账号,想上大学只能去学费高昂的私立大学,平日里挥霍无度,现在他哪有那么多钱,为了赚学费,帕特决定倒卖DVD机,于是他从商店老板手中低价批发了一批DVD,但是拿回家,他才发现这些都是劣质的山寨货,他去找老板李乐,结果他被老板打了一巴掌,只能落荒而逃,这是帕特第一次人生受挫,也是他第一次感受到了现实的残酷,他最终还是上了大学,但是他不想靠爸妈,他送了一巴掌, 还全自动炒粒机,打算靠着卖粒子占学费,月租5万猪,老爸骂他傻,这种炒粒机,他在周末市场花3万就能买下一台,老爸老妈对他很失望,但他们不知道,他们的儿子有着真正大老板的心态,从来不在小钱上纠结和焦虑,马上将精力投入到如何炒板粒上去,不懂炒粒子,他就挨个摊位去考察,偷尝别人配料,他已经学会了如何变人坏掉的粒子,知道了用沙粒鹅卵石去炒,还研制出了自己的配料, 经过几番失败,他做出了老爸老妈都赞不绝口的炒粒子,他喊商管家,在商场租了一个摊位,正式卖其炒粒子,但和幻想不同,他的粒子连续几天都无人问津,难道是销售技巧有问题,他立刻跑去市场,仔细观察别人是怎么卖的,很快他总结出了一个重要的因素,地理位置,他迅速的调整策略,租下了商场门口的摊位,之后他的报复之路正式开启,别人都在上学,他却天天逃课去中国城卖炒板粒,爸爸妈妈都发愁,怎么就养了, 个傻子,但他们都小看儿子了,他迅速调整策略,租下了商场门口的摊位,果然换位后的摊位围满了人,忙都忙不过来,当天就赚了六千块,帕特趁热打铁,用相同的手法如法炮制,连续开了十家分店,这样一天下来就能赚六万,正当帕特心怀抱负的时候,新的麻烦又出现了,他接到商场通知,炒粒子烟熏太大,天花板都被熏黄了,商场让他撤场,也就是在这个时候,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,老爸的生意失败,工厂破产, 一家人决定出国避债,他不肯走,他决定留在这里继续创业,这是爸爸第一次向他道歉,哈特第一次发现,这个平日里如山一般的男人,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意气风发,第二次创业失败,他消沉了一段时间,直到这天,哈特意外吃了一块女友给他的海苔,他觉得特别好吃,他再次嗅到商机,看到了希望,他卖掉了自己的电脑, 把所有的钱买了几十箱做海苔的材料,开始研究怎么做海苔,一次次的反复试验失败,失败还是失败,要么味道太苦,要么太过油腻,要么不够酥脆,材料浪费了一箱又一箱,这就是在烧钱,但是他依旧是不肯放弃,他坚信,失去的迟早会转回来,很快,所有的材料彻底耗光,只剩一包被雨水浸泡过的海苔,他试着在油锅里边过了一遍, 突然他惊住了,这就是他一直想要的外形,他迫不及待的尝试了一下,香脆可口,几万次的尝试,他终于成功了,原来海苔要在水里浸泡之后,炸出来才好吃,就这样,他们重回商场,他的海苔一经开售,就生意火爆,他粗略的计算了一下,以这样的速度,一年就能赚一百万,偏偏这个时候,他接到了父母电话,家里面的房子被银行查封了,一问才知道,家里欠了整整五千万,听到这个天文数字,哈特觉得天塌了,一年赚一百万,他要卖 五十年才能还清,他想过放弃,却看到了父母藏在照片后的安眠药,他才知道,父母承受着多大的压力,他决定,拼了命,也要帮父母还债,而帕特不知道的是,他的这次决定,让他以后的人生,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如何白手起家成为亿万富翁呢,看看他是如何做到的,十八岁的他靠着卖海苔年入一百万,就在这时,他得着家里欠债五千万,他觉得天要塌了,一年赚一百万,他要卖五十年才能还清,别人顶多是一无所谓, 而他却是负债累累,但是他没有选择放弃,而是决定拼了命,也要帮父母还债,想快速赚钱就要扩张,他想到了连锁便利店,他雄心壮志,来到了便利店的总部,希望便利店上架他的海苔,负责人见他年轻,直接回绝了他,包装不够吸引人,对方连长都没有长,帕特的人生再度受挫,女友劝他放弃回去读书,帕特没有答应,帕特思考了很久,最终决定重新设计所有包装,带着新包装,他再次来到便利店的总部, 但这次负责人没有见他,他等了许久,然后愤然离开,他知道对方根本不想见他,离开前,他将一箱海苔留在了电梯,他不知道他的海苔通过这种方式,已经被送到了负责人的手里,第二天,他被告知产品可以上架了,负责人告诉他,他的海苔会被派送全国7万家店铺,在此之前,公司会派人去工厂检查,检查和合作立即生效,于是新的难题又来了,家里面的小作坊根本不可能通过检查,眼下他必须要有自己的工厂, 可18岁的他哪有钱开工厂,他只能来到银行,向银行申请贷款,等对方得知他才18岁时立即拒绝他,帕特又一次崩溃,又一次站起,他强行砸开自己家被查封的货仓库,他要把这里改造成他的工厂,为了节约成本,他和工人一起住进工厂,亲自装修,一个月之后,质检人一来,就发现了问题一大堆, 不管是卫生还是规模,帕特的工厂都没有达到标准,他们要回去开会讨论,再决定是否允许上架,一次次的受挫早已经达不到,这个内心坚硬如铁的男人,哪里不达标就完善哪里,很快,通知结果的传证来了,但是偏偏没墨水,没印出来,最终结果,帕特冲出屋外,透着耀眼的阳光仔细看,只剩赫然显出了两个字,通过,上架那天帕特哭了, 如果这次再不成的话,那我就真的一无所有了,现在的他终于有勇气,让爸妈安心回家了,三年之后,帕特还清了家里5000万的债务,25岁时,他的太太已经出口到27个国家,一个超级年轻的亿万富翁就这样诞生了。